迪斯莱利是第一位 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位犹太裔英国首相 由于他塑造了现今保守党的样貌 以及与威廉尔特·格莱斯顿之间的政治斗争 因此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 迪斯莱利在1804年出生于伦敦 他的父母是艾萨克及玛利亚迪斯莱利 在班杰明12岁那年 艾萨克与当地的犹太教会起了争执 因此举家改姓英国国教 之后到了1821年 当他到美普尔斯的法律事务所工作时 他将自己的姓氏从... 诶... 应该就是把犹太的姓改成英语化的姓 迪斯莱利 没有人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做的真正动机为何 但看来他觉得很反法 表示要告诉别人自己的姓氏怎么拼 进入下医院之前 迪斯莱利曾在文学界及证券交易界试过水温 还好他只是世事而已 因为他不但在文学界遭到重大的挫败 也在证券交易方面背负了大量的债务 最后终于导致自己精神崩溃 尽管如此 他最后还是在1837年进入国会 且在下院取的一席之地 就是在这段期间 他与格莱斯段之间展开了长达一生的政治斗争 精神崩溃了一圆 这听起来不太妙 在1839年迪斯莱利娶了玛丽安妮 刘易斯为妻 大多数人认为这段婚姻是物质考量下的结果 但对这对夫妻至少逐渐开始爱上彼此 且直到玛丽在1872年过世之前 他们的相处都非常融洽 迪斯娶我是为了钱 玛丽有一次这么说 但是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会为了爱娶我 在1868年迪斯莱利首都成为首相 但当年大选却落败了 他在1874年再度率领反对党成为执政党 且二度成为首相 这次他统治了六年之久 因为痛风及严重哮喘 迪斯莱利在1881年与世长辞 维多利亚女王是他在漫长政治生涯中 结识的好朋友 因此女王对他的事事感到十分悲痛 然而由于皇室规范限制 女王无法参加他的葬礼 玛丽安尼迪斯莱利 生日1892年11月11日 玛丽安尼迪斯莱利 原姓威尼 比肯斯菲尔德子爵夫人 是在19世纪备受英国上流社会关注的知名人物 他在1839年 第一个丈夫死去没多久后嫁给了班杰明 迪斯莱利 并在之后直到死去都是他忠实的伴侣 朋友与顾问 他总是展现出愚笨无脑的模样 加上迪迪不休的话语 都让维多利亚时代上的上流社会 只能摇头吹胡子瞪眼睛 但实际上这是掩盖着他拥有的敏锐政治头脑 而过去有个笑话说 班杰明第一次娶她是为了她的钱财 但不会为了爱再娶她一次 更让人窝心的是 其实玛丽安尼在他们结婚时期并不怎么富裕 直到一提的是 虽然迪斯莱利夫妻打从心底都是相当浪漫的人 但起初仍需努力经营婚姻关系 班杰明向她隐藏了外面的债务好多年 而两人都认为外界的针对指责不合理 维多利亚时代的小报总写着 今天金剑蝙蝠男孩与发现外星人私生子 正在缺乏心域的文章 比起传统英式的自甘与痛苦 这对夫妻更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 强化他们的关系 直到这段关系成为他们梦想中的浪漫小说故事 借此嘲讽世俗的指控 在1868年 当维多利亚女王想要将迪斯莱利晋升为贵族时 但她本人却决定留在下医院 而玛丽安尼一跃成为众所周知的众胖 被尊为比肯斯菲尔德子爵夫人 例如往常 她掀起了相当大的波澜 她拒绝遵守维多利亚社会的公认标准 在法院 她的服饰经常胜过女王的服装 而当她加入贵族行列时 她更是抓住每次机会公开那些曾经嘲笑过她的女性 尽管如此 她也常参与慈善活动 对不幸者提供了组织援助 她也将敏锐的政治力 深知注意力用在她的丈夫竞选活动上 像是透过坚定的亲吻婴儿来赢得民心 当她过世时 迪斯雷利夫妻被认为是参与大英帝国 所能带来的愉悦满足与成功的最佳典范 玛丽安尼迪斯雷利与她多活几年的丈夫埋葬在一起 与白金和俊修伊登的圣米迦勒与朱天使教堂 感觉他们两个是还蛮厉害的 这个唐宁街10号 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尽管唐宁街10号是众所周知的英国首相官邸 哦原来是官邸哦 但直到1890年都没有强制规定首相要住在那里 这条街是以乔治唐宁来命名 他是奥利福克伦威尔在英国内战期间的情报局长 当战争结束王权复辟之后 唐宁利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舍免于一死 并为查理二世效劳 在唐宁街10号的第一栋住宅是伊丽莎白女王在1581年 送给汤玛士列伟特爵士 列伟特最大的贡献就是协助逮捕 盖伊福克斯并阻止了对西敏宫的恐怖攻击 我觉得那些功劳也值得移动房子 后来居住在唐宁街10号的第一任首相是罗伯特沃普尔爵士 乔治二世在1732年把房子赠予沃普尔 但沃普尔的条件就是把唐宁街10号正式改为首相管理 因此几乎所有首相都喜欢住在自己家中 因为几乎所有首相都喜欢住在自己家中 唐宁街10号也慢慢年久失修了 班农民迪斯雷利在1868年当选首相的时候 就形容着官邸肮脏又腐朽 迪斯雷利说来说服国会拨款翻新首相的官邸 但他也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掏出前来 准收他的私人房间 换片了 对啊 固定了刺客时间